195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神秘大礼 八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这其中包括近代陆基的平复帖 唐代杜牧的张浩好诗 宋代范仲淹的道福瓒 还有黄亭坚的草书等八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 这消息一出,立即在国内外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新中国文化部专程为这项盛事举行了捐赠仪式 并且奖励捐赠人20万元人民币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捐赠人竟然拒绝了奖励 那么,如此大手笔的神秘捐赠人到底是谁呢 当时文化部部长沈彦斌在褒奖状中写道 张伯鞠、潘肃先生化思为公、足资凯士 特与包扬部长沈彦斌 1956年7月 谜底揭开了,捐赠人就是张伯鞠和潘肃 在外人看来,他们只是一对寻常的老夫妻而已 但是对于故宫博物院来说,他们却并不陌生 而在文化收藏领域,张伯鞠的名字更是名震四方,备受尊崇 早在1952年,张伯鞠就向故宫博物院转让了一件无价之宝 被誉为传世第一画,随朝斩死前的游春图 这幅作品与张伯鞠1956年捐赠的传世第一帖 平复帖一起,并称为中国书画界最古老的真迹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然是故宫的镇馆之宝 中国著名画家黄永裕1982年为张伯鞠先生画了一幅水墨肖像图 名为《大家张伯鞠先生印象》 画中的张老看上去极其普通 穿着粗布麻衣,勾搂着身躯 为了配画,作者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看见张伯鞠先生独自一人来到餐厅 购买了一份剪餐 他独自喝完蹩脚的红菜摊后 将四片面包抹上果酱黄油 用口袋里的小手巾包好 估计是带回家给老伴攀素吃 看完这段记录式的描述 我们确实很难想象 顶级国宝的捐赠者竟然如此的朴素 我们也更加疑惑 张伯鞠先生那些珍贵的自画藏品 到底是从何而来 他的收藏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传奇呢 这一切还得从张伯鞠的身世开始说起 1898年 张伯鞠出生于河南 父亲是清末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振方 后曾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银行 盐业银行 而张振方还有一个姐姐 嫁给了袁世凯的兄长 出生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里 张伯鞠不仅没有染上顽固子弟的恶习 反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张伯鞠年轻的时候 长相十分帅气 1915年春节 他父亲张振方 带着张伯鞠给袁世凯拜年 袁世凯见他个头一米八 风度翩翩 举止文雅 十分喜欢 当即就赏给他 金丝猴皮褥子两件 胡皮 紫膏皮的皮袄 各一件 还有书籍四包 食品四包 由此看来 张伯鞠当年 无论是选择政界还是商界 应该都是前途无量 为什么他偏偏走上了 古玩收藏这条路呢 张伯鞠一开始 也曾顺从父母的意愿 走上从政的道路 1915年 因为父亲张振方的安排 17岁的张伯鞠 考入了袁世凯建立的 陆军混乘模范团 然而 军队里的生活作息 让张伯鞠很不适应 从学校毕业后 他也曾在张作霖 吴佩孚手下任职 还曾一度做到旅长 然而 官场上腐败堕落的作风 让他实在无法忍受 1925年 张伯鞠不顾父母的反对 脱下了军装 辞去一切职务 在母亲眼里 这张伯鞠啊 就是个不学无术 不成器的不孝子 当时坊间流传一个说法 把张伯鞠和少帅张学良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 末代皇族普通 一起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鞠在官场上 是没混出名堂 但是在艺术方面的造诣 却是越来越高 1927年 张伯鞠正值儿立之年 有一次啊 他去北京西河园的 延夜银行办事 沿途一时兴起 拐到了琉璃厂那些 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滩堂溜达 一件康熙皇帝的玉笔书法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件上面四个大字 从壁书房 写的是结构严谨 气势恢弘 财大气粗的张伯鞠 想都没想 一千大洋买了 回到家以后 张伯鞠是越看越喜欢 他还将自己的字号 改成从壁 甚至还将自己 在宫衔胡同的一处宅院 也改了名 叫做从壁山房 这也就是 他一生收藏生涯的开始 由于出手大方 张伯鞠很快在 北京上海的古玩收藏界 混得是风生水起 张伯鞠的女儿回忆说 我们听到古董商人 他们讲的 张老真是了不起 就是我们要卖给他 什么东西啊 他从来不还价的 然而古玩行当 水很深 经常买到假货和宴品 张伯鞠也吃过亏 但是他的胃口呢 却是越来越大 他父亲觉得 这收藏字画 也不是什么正经职业 不能当饭吃 而且啊 还是个无底洞 无奈之下呢 就让儿子来接自己的班 继承炎业银行 于是就将张伯鞠安排在银行 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继合 这样一来呢 他就要常常往返于上海 北京 天津等地 正是炎业银行这份差事 让张伯鞠在四处奔波中 遇到了自己的挚爱 更让他的收藏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财华横溢 志趣相投 张伯鞠寻得终生伴侣 传世珍宝 过眼难忘 张伯鞠为之心绪难平 张伯鞠喜欢这平复帖 可以理解 但为何如此心心念念 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 张伯鞠拥有着怎样的良苦用心 湖北卫视大揭秘 继续为您讲 张伯鞠成了银行的高管 开始在上海 北京 天津三地奔波 有时候啊 出于应酬 会出入一些风月之所 一次 张伯鞠在上海 偶然看到了一位弹琵琶的歌女 从此 张伯鞠的心中 再也抹不去 那个女子的窈窕身影 和那醉人的琴韵 那么 这位女子究竟是谁 为什么能够让张大公子 如此地清新呢 当时 这位歌女正在弹奏倪嗓曲 娇嫩白皙的瓜子脸上 不时地泛起红韵 婉转低柔 说不尽地清雅脱俗 一打听 大家都叫她攀飞 张大公子再也挪不开眼睛了 她顿时提笔 写下一幅对联 攀步掌中青 拾不相沉 升罗袜 飞弹赛上曲 千秋虎雨 入琵琶 不仅把攀飞两个字欠了进去 而且还把攀飞 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赛 把她善弹琵琶的特点 也给概括进去 当时周围的人都鼓掌叫好 这位攀飞也对这个满腹财情的男人 很是倾心 很快 这两个人就坠入爱河 可不久之后 这位叫攀素的女子被人给软禁起来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攀素已经和一位国民党中将 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半路杀出个张伯鞠 对方怎肯善罢甘休 于是便将攀素软禁在一家酒店里 人生地不熟的张伯鞠 找拜把兄弟帮忙 买通了卫兵 趁着那位将军不在家救出了攀素 1932年 34岁的张伯鞠和17岁的攀素 逃到了女方的老家江南水乡苏州 并且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婚后 夫妇二人 不仅沉醉在游览苏行等名胜古迹的快乐之中 张伯鞠还当起了妻子的引路人 攀素酷爱绘画 张伯鞠就给他请老师 攀素在山水绘画上也是颇有造诣 而酷爱字画收藏的张伯鞠 与妻子则是夫唱夫随 1936年 张伯鞠在湖北参加了一次赈赛书画展览会 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 陆基的平复帖吸引了他的注意 后来张伯鞠写下了第一次见到平复帖的心情 近代阵纪保存至今 为惊叹者九支 俗话说 纸千年卷八百 意思是纸张最久只可保存千年 而平复帖却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比王羲之的手记还早七八十年 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纸本书法墨迹 是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 它长23.8厘米 宽20.5厘米 只有短短九行八十四字 而且至少有四字取漏 两个巴掌大小的纸上 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印记 被尊为中华第一帖 这平复帖如此珍贵 张伯鞠难得碰到 自然是心养得不得了 没费什么功夫 张伯鞠就打听到 平复帖当时的主人 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 末代王孙 溥如 于是张伯鞠就请了一个古玩店的老板 前去牵线搭桥 可是得到的回复是 末代王孙 溥如现在不缺钱 如果非要他转让 得拿二十万银元来换 这二十万银元可不是小数物 一时间张伯鞠根本拿不出来 但是他又不死心 就去请他的好友 大画家张大千去当说客 说愿意以六万元购买 可这溥如呢 还是油盐不尽 二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张伯鞠喜欢这平复帖可以理解 但为何如此心心念念 这里面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呢 原来就在前一段时间 张伯鞠与另一幅国宝级的画作 唐朝寒干的赵叶白图失之交臂 赵叶白图画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作家赵叶白 画中赵叶白系在一个木桩上四提腾空 好像要挣脱缰绳 唯妙唯肖 此图原本也归普如所有 后来他以一万银元的价格 转让给了英国古董商人 接着此画又从英国人手中 转到了日本人手中 后又转到美国人手中 最后收藏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当时张伯鞠在上海盐业银行 听说这件事后 一直心痛不已 在他这个一生当中 除了收藏自己写诗词 爱点做话什么的 他别的根本在他脑子里是没有的 所以他对这个商人们 把祖国的文物要弄得外 他非常神奇 气氛极了 他就是这么样一生都是这样的 后来在明国公子 张伯鞠艺书中 记载了一段张伯鞠的自白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找到他不惜一切收藏平复帖的原因 不知情者为我搜罗唐宋精品 不惜一致千金破例过人 其实我是历尽辛苦 也不能尽如人意 因为黄金一得 国宝无二 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 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有了前车之鉴 这一次张伯鞠是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平复帖流落国外了 可现在这种情况 张伯鞠也是无可奈何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到了1938年临近除夕的时候 张伯鞠终于等到了机会 1937年的腊月27号 张伯鞠由天津回北平过除夕 在火车上偶遇同为收藏家的好友傅增香 张伯鞠从傅增香那里得知 普儒的母亲相夫人不久前去世 普儒正在到处筹款办丧事 傅增香建议张伯鞠可以趁此机会求购平复帖 但张伯鞠不愿成人之危 最后决定先借一万元给普儒 让对方将平复帖作为抵押 回到北平的第二天 傅增香就把平复帖爆来了 而且还带来一个好消息说 普儒觉得抵押太麻烦 愿意以四万块的价格卖给张伯鞠 这可是张伯鞠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立马给普儒送去两万元 并且约定剩下的两万分两个月付清 夙愿达成 可是张伯鞠的家点 却在文物收藏与保护中 一日不如一日 1946年初 有一批珍贵的字画 突然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上 生怕文物再度外流的张伯鞠 是心急如焚 已经囊中羞涩的他 应该如何拯救这些国宝呢 时局动荡 大量国宝突然同时现身 长春的维满皇宫被洗劫一空 不少书画珍宝流落于东北的民间 心急如焚 张伯鞠寻求援助 无奈碰壁 故宫的路子走不通了 张伯鞠更加着急 他上哪去凑这么多钱呢 为了坚守心中理想 张伯鞠又会作何选择 湖北卫视大揭秘 继续为您讲述 1946年初 张伯鞠和一批收藏家突然得到消息 说有一大批鱼龙混杂的收藏品 出现在了北平的古玩市场 这里面既有一文不值的艳品 也有价值不菲的珍宝 而许多珍宝 正是之前从故宫流逝到东北的藏品 那么为什么这些宝贝 这个时候会一股脑的出现呢 原来日军投降之后 浮仪仓皇出逃 长春的维满皇宫被洗劫一空 不少书画珍宝流落于东北的民间 这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藏家们的极度关注 古董商们纷纷赴东北寻宝 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 很快 这些书画珍宝陆续地现身北平 这一天张伯鞠吃过早点 正和夫人潘宿在家里面谈论字画 忽然有人敲门 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 他向张伯鞠夫妇悄悄地报了个信 说 展子前的游春图露面了 就在那个从长春莫谷摘来的 木盘尘的手里 听到这个消息 张伯鞠一蹦老高 都来不及跟报信的男子 和妻子打个招呼 就匆匆地出门了 游春图描绘的是江南二月 桃杏征宴时人们春游时的情景 是隋朝画家展子前的作品 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山水画 画中房屋 马皮和人物的大小 还有山水景物的设置都非常合理 游春图开创了唐宋山水画的兴旺局面 为了收藏游春图 张伯鞠立刻找到好友马宝山 恳求他出面帮忙来收购这幅画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 游春图并不属于木盘城一个人 还有六位股东呢 经过共同商议 由木盘城拍板定价 卖方以二百两黄金的价格出售 游春图上葱岭叠翠 一条小河蜿蜒而下 水面波光淋淋 小舟荡漾 岸边还有诗人在吟诗作对 画的右上角是宋徽宗亲笔写的 展子前游春图六个字 左上角有乾隆皇帝手书的一段提记 这是中国第一幅卷轴画作 确实弥足珍贵 可是两百两黄金的售价 还是让张伯鞠倒吸了一口冷气 要知道当时在北平 买一座小宅院需要五两黄金 这两百两是个什么概念 张伯鞠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 他该怎么办呢 就在不久前 张伯鞠刚刚变卖部分家产 又借了一些钱 以一百一十两黄金 将范仲淹的道福赞首卷收归己有 一时之间要再拿出二百两黄金 根本没可能 万般无奈之下 张伯鞠想到了故宫博物院 于是张伯鞠马上报告 当时的马书平院长 陈述游春图应该收归故宫博物院 并且建议院方致函古安商会 不准此卷出境 临走时 张伯鞠诚恳地说 若院方经费不足 伯鞠我愿代为周转 一切安排妥当 张伯鞠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寓所 几天之后 他收到了故宫的回函 回函是这样写的 故宫博物院 因经费不足 无力收购 望君妥处 显然 故宫的路子走不通了 张伯鞠更加着急 他上哪去凑这么多钱呢 无计可施的张伯鞠 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卖掉驱住多年的 宫贤胡同宅院 这套宅院 本是亲公太监李莲英的府邸 是北平城内 少有的豪华住宅 这座宅院特别大 足有十五亩地 有山有水 还有一个模仿台湾岛形状的小岛 最后张伯鞠忍痛 以2.1万美金 将这处豪宅 卖给了北平府人大学 他将美金换成了20条黄金 给卖方送去 然而 因为黄金成色不足 交易中止 张伯鞠又变卖了 妻子一部分首饰 也只凑了足金130多两 他答应 日后尽快补齐 并由中间人马保山做担保 这才好不容易 将油春图收入囊中 后来经过几次补交 到1948年年底 补足170两黄金时 北平以和平解放 卖方无暇顾及旧账 张伯鞠这才缓了一口气 不必为钱而苦恼了 张伯鞠卖掉公贤胡同的宅院之后 一家人搬到了一处名叫 程泽园的小宅院住下 为了收藏字画 张伯鞠倾家荡产 从原来的家财万贯 到最后的家徒四壁 张伯鞠曾说 老祖宗的东西是留给中国后代子孙欣赏的 然而 这些张伯鞠不惜一切保护收藏的珍贵字画 却一度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威胁 1941年6月5号早上8点 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路 培府里16号洋房的门前 一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手拎黑色公文包 进入一辆黑色汽车 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 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 将车拦住 将中年男子连同汽车一起劫持了 一溜烟车不见了踪影 被劫持的这位中年男子 正是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张伯鞠 歹徒来势熏熏 究竟目的何在呢 张伯鞠出生名门望族 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震芳之子 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1935年 盐业银行的总部牵至上海 张伯鞠在上海分行兼任经理一职 他刚到上海旅行就遭遇到了绑架 这可急坏了妻子潘素 就在潘素急得向热锅上的蚂蚁时 法租界的巡捕房迅速地出动了 张伯鞠那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抢人 绑架案发生之后 法国巡捕马上出动四处侦查 案情很快有了进展 绑架案发生两个小时后的10点45分 巡捕房传来消息 在法租界巨赖达路508号门口 发现了张伯鞠的汽车 汽车是找到了 可张伯鞠和那几个黑衣人 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当侦破没有进展的时候 绑匪的电话就打来了 就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天下午 绑匪给潘素打来电话 说想要赎人就得准备违避三百万 本来由绑匪来联系 说明人有了着落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家人也是一种安慰 可听到这赎金的数目 潘素吓得是六神无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 凑出这么多钱来 按道理说 张伯鞠家大业大 那个时候的严业银行 更是一个躺着赚钱的地方 张家人怎么可能较穷呢 而且如果张伯鞠没钱 绑匪为什么要绑他呢 为了筹筑这个钱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下子 因为我们家实际当时的银行 银行没那么多钱 自己生活 生活上那袋钱能够什么用呢 不够他那个 辅他的钱嘛 原来张伯鞠不爱做官 也没有经商头脑 唯独热爱收藏文物 大把的银子都用于收藏了 为了收藏 他也早已千金散尽 三百万伪币 对于此时的张家来说 还真拿不出来 其实说张伯鞠他们家没钱也不对 因为张伯鞠收藏的那些字画 哪一幅不是价值连城的绝世珍宝 尤其是他四年前 从溥仪的堂兄 普如手中购得的 近代书法大家 陆基的平复帖 那就是相当的惹人注目 这件宝贝 早已经被各路心怀鬼胎的人惦记着 如此想来 难道绑匪 就是冲着张伯鞠手里的那些文物来的 此时有人怀疑 说张伯鞠绑架案是日本人干的 目的就是张伯鞠手中 价值连城的平复帖 因为就在张伯鞠收藏平复帖不久后 日本人曾经托人找到张伯鞠 愿意以三十万元 买下他手中的平复帖 却被张伯鞠言死拒绝 张伯鞠对文物流失 非常的痛心疾首 对这类贩卖国宝的中间商人 他一向都没有好脸色 他一生都是如此 然而距离张伯鞠买下平复帖已经过去五年了 为什么日本人现在才动手呢 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 后来有人出面说 他知道这场绑架案的凶手是谁 这个人呢 他就是孙耀东 当时呢是上海复兴银行的行长 同时还兼任汪伟政府高层周佛海的秘书 张伯鞠跟孙耀东的哥哥是至交 孙耀东的夫人和潘素那算是闺蜜 孙耀东回忆到潘素一见到他就跪下了 他急忙扶起潘素 答应帮忙想办法 随后呢他分析来分析去 觉得张伯鞠在上海没有什么仇家呀 就算有也只有盐业银行的李某 那这个李某又是何方神圣呢 孙耀东口中的李某 就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来 原来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刚调走 案里应由副经理萧延和升任经理 李祖来升任副经理 但没想到总经理认为 萧延和平庸李祖来没人品 便找来张伯鞠填补了职位空缺 孙耀东分析张伯鞠跑来上海做经理 阻挠了李祖来升官的大好机会 绑架他不仅可以清除绊脚石 还可以趁机捞一笔 这对李祖来来说 确实是一石二鸟的好事情 如此想来 张伯鞠被绑架与他所收藏的文物并无关联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孙耀东拨通了盐业银行的电话 巧的是接电话的就是李祖来 更奇怪的是李祖来呀 竟然在电话里主动提起张伯鞠被绑的事情 还显得很着急 电话中孙耀东严肃地告诉李祖来说 祖来兄 伯鞠是我的把兄弟 这件事情我不得不管 请行李也配合一下 挂了电话 李祖来刚刚做贼心虚的口气 让孙耀东心里有了八分确定 李祖来就是幕后的黑手 可是孙耀东不经疑惑 李祖来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这么大的能耐 敢于绑架张伯鞠呢 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同谋呢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是吓一跳 李祖来竟然跟汪伟政权这两个特务关系密切 孙耀东怀疑绑架张伯鞠的幕后黑手 是盐业银行的职员李祖来 于是呢 他开始调查 他跟李祖来关系密切的这些人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还真是吓一跳 李祖来竟然跟汪伟政权这两个特务关系密切 这两个人呢 就是汪伟76号特工总部的两大巨头 李世群和吴四宝 76号被称为是杀人魔窟 这两个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 李祖来一个银行的普通职员 怎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的呢 原来李世群和吴四宝对于做生意赚钱的事一窍不通 76号急需办公经费 李祖来便毛遂自荐 成为了他们的财务顾问 平日里帮助他们管理商业买卖 76号在上海金安四路开设的美华球家 就是请得李祖来当经理 据孙耀东回忆 1941年6月7日张伯鞠被绑之后 他就急匆匆地赶到了外滩15号 敲响了自己的老板周佛海办公室的门 这周佛海啊 是汪伟政府掌握实权的骨功之臣 听完了孙耀东的汇报 周佛海眉头紧锁 说简直是胡闹 叫李世群赶紧把此事了结掉 随后周佛海又亲自拨通了李世群的电话 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世群回复道 请您放心 此事我一定严查 一定抓紧解决 孙耀东有了周佛海这把省风宝剑 他明白张伯鞠至少没有性命危险了 但是按照江湖规矩 要给对方留面子 不可能什么都不给人就这么放了 于是孙耀东嘱托潘素与绑匪 保持电话联系 讨价还价 拖延时间 另一方面 他亲自与李世群吴四宝和李祖来等人周旋 孙耀东明白 李世群吴四宝这个时候 他是不敢撕票了 现在面临的只是钱和时间的问题 但是张伯鞠的妻子潘素 却早已经吓得心惊胆战 因为他知道吴四宝是流氓出身 丈夫只要还在他的手里 就是夜长梦多 潘素顾不上许多了 他想啊 必须要尽快地筹钱救人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打算用张伯鞠收藏的那些字画去换钱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绑匪突然传来消息 让潘素去见张伯鞠一面 我父亲被绑以后呢 那是他是不吃饭 也连着几天不吃饭 人也焦脆 反正是你问他 跟他说什么他也不肯事 最后呢 他说我要见见我的夫人 并不是就是说我们就这么过去 坐开着就去了 他们来接 那窗户都挡着 你看不见 你不知道是哪儿啊 潘素见到憔悴不堪的丈夫时 泪流满面 心疼不已 而张伯鞠看见妻子后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戾气 态度坚定地交代了一番 张伯鞠当时声音微弱 气息衰微 然而他却嘱咐夫人 存在银行里的话 一箭也不能动 哪怕我死在这里 你也要保护好 面对张伯鞠的执着 潘素是既心疼又心疾 虽然他答应丈夫 绝对不会变卖收藏品 可是不变卖藏品 这三百万从哪儿来呢 转眼 六个月快过去了 赎金还是没能凑足 绑匪又不敢撕票 便逼着张伯鞠往家里写信 好催促他们赶紧筹钱 张伯鞠啊 在信中写下一首诗 只字不提赎金 绝口不提卖掉文物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月 在张伯鞠被绑架将近八个月时 绑匪终于同意 讲价 张伯鞠的妻子凑不到钱 绑匪不仅拿不到钱 还得伺候着张伯鞠 生怕他死了 这等亏本买卖 绑匪实在不愿意做 在僵持了八个月后 绑匪终于同意将赎金降到四十万 潘素得知消息 急忙开始找关系托朋友借钱 东偏西凑 终于筹到了赎金 为了筹集赎金 潘素变卖了手势 还通家里人商量 把张伯鞠持有的 严严银行的股份变现 此外呢 张伯鞠的母亲 还赶回河南相城老家 把家里的田产卖掉一部分 这才把赎金凑足了 可当一家人 战战兢兢满怀希望的 以为可以赎人的时候 绑匪又变卦了 他们竟然把肉票送人了 那么 他们究竟把张伯鞠送给了谁 张伯鞠现在究竟在哪呢 关键时刻 绑匪换人 张伯鞠究竟身在何处 几经风险 张伯鞠护卫国宝 不改初心 许多像张伯鞠一样的收藏家 通过变卖自画文物 来过生活 而张伯鞠呢 却一件也不肯卖 传承信仰 张伯鞠又会做出 怎样的大义之举 1942年的一天 上海吉斯菲尔路 在76号特工总部 斜对面的一个办公室里 一个人没开眼笑 他就是上海的地方军阀 伪军第四师师长林之江 他之所以这么开心呢 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就是张伯鞠 按照孙耀东的说法 绑匪将张伯鞠关了这么久 不放人不行 但就这么放走呢 又不甘心 于是就将张伯鞠当作人情 送给了林之江 这绑匪突然换了人 最后的交易 能够顺利地进行吗 据孙耀东回忆 自己和潘素 按照绑匪的要求 将赎金送到了指定位置 经过三天交集的等待 张伯鞠竟然自己跑回来了 原来张伯鞠 移交给林之江后 就被关押在浦东 一个农民家里 林之江派去街头的人 收到赎金后 张伯鞠发现 那些看管他的人都不见了 这才跑回了家 张伯鞠死里逃生之后 他发现 整个上海滩 已经把他的这桩绑架案 传得沸沸扬扬 而且大家对张伯鞠 宁死不肯卖国宝的骨气 大为赞赏 本来被人夸是好事 可张伯鞠听了 却心惊胆战 他深怕自己手里的这些西式珍宝 总有一天会惹来杀身之户 于是他毅然决然离开上海 他和妻子将所有字画缝在被子里 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到西安 新中国成立后 张伯鞠也曾经一度没有工作 生计陷入困顿 当时许多像张伯鞠一样的收藏家 通过变卖字画文物来过生活 而张伯鞠却一件也不肯卖 不得已之下 潘宿只好变卖金银首饰度日 即便是这样 张伯鞠还是不曾卖掉自己收藏的字画 然而 1956年 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将手上八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捐献给国家 1956年 张伯鞠将日本人垂涎许多年的 近代陆基平复帖 唐代渡墓的张好好诗 宋代范仲淹的道福赞 黄庭坚的草书等八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 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这些他从前宁愿舍弃生命 也不变卖的宝贝 为什么会无偿捐献给国家呢 原来 1956年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 开始发行第一批国债 许多有志之士 都通过购买国债 来支援祖国建设 56年 是咱们第一批国债 这五花不开的会 大家再回答 你捐几千 他捐多少 他觉得 我父亲开完后回来 跟我母亲晚上 他们睡觉时候在那谈 我听到一点 是吧 就是好像买锅在咱们 可是钱没有 怎么办 咱们干脆这样吧 把那国宝 调出几点来 捐掉吧 此时的张伯鞠也想为国家奉献力量 无奈多年的收藏生涯 让他囊中羞涩 于是他便将最为珍贵的八件国宝 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而生活拮据的他 还拒绝了政府给予的二十万元奖励 张伯鞠曾说过 这句话清晰地表达了张伯鞠捐献文物给国家的真情实感 在乱世之中 他散尽千金收藏了这些书画 在绝境之中 他甚至不惜生死地保护他们 在和平年代 他却毫不吝惜地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鞠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便是他自己所说的 是国宝永远留存在我们中国 这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 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 在陈一元帅的支持下 1961年 张伯鞠被任命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在历经了战火硝烟 人事沧桑之后 张伯鞠终于从事了他最热爱的文物保护工作 新中国新政府圆了他一辈子的梦想 为了支援博物馆的建设 他也再次将多年珍藏的文物 捐了出来 张伯鞠在吉林省博物馆任职期间 无偿捐献了六十多件珍贵藏品 包括宋代杨洁瑜的百花图 元代求远的自书诗卷 唐人写经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文物各方面在那首吉林的确是 它什么一面 几手几手 他想的没有东西你怎么能成博物馆 家里还有一些东西 捐给国家 宋代杨洁瑜的百花图 这幅画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女画家的作品 对于这幅画 张伯鞠做过这样的表达 我终生以书画为伴 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真品 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 就是这样唯一一件作为晚年精神慰藉的藏品 1963年 张伯鞠还是将它捐献给了国家 到现在为止 百花图仍是吉林省博物馆的藏画中最有分量的送画 在它最后的日子里 尽管曾经家财万贯的张伯鞠囊中羞涩 但他仍然保持着生活的情趣和儒雅的疯子 1970年冬天 梅花出发 颇有闲情的张伯鞠想去市场上买一盆梅花关上 却发现即使是最小盆的梅花 他也没钱支付 回到家后 他提笔写下《未成曲》 四间初见小梅姿 风韵奄然 四旧时 画图愿买折之血 无奈难空 为圣诗 1982年2月25日 那天适逢张伯鞠85岁的寿臣 张纳千的孙子前来探望 张伯鞠夫妇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第二天张伯鞠病逝 回顾他的一生 张伯鞠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把文物无私捐献给国家的爱国收藏家 在他的身上 我们更看到了中国文人的蒸蒸铁骨 正是无数个像张伯鞠这样的文化人 亲其所有去守护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才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在屡遭磨难之后仍然千年不衰 屹立不倒 1921年7月的新加坡一栋漂亮的花园洋房里 一位中年男子正在书房里来回的独步陷入到沉思当中 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留着长须身穿西服 一看便是颇有学识和气度 他正是花园洋房的男主人 名叫林文庆 是著名的爱国华侨 那么林文庆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难事呢 为何如此的焦虑 在他的桌上放着两封几乎同时到达的聘请电报 一封来自当时的国民政府 是希望聘请他去担任外交顾问的 而另外一封呢 则来自一位华侨富商 是请他去做一个刚刚创立的大学的校长 对林文庆来说 两份聘书之间并然会发生冲突 那么他该接受哪个又该拒绝哪个呢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 他就是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 给林文庆发出聘书的就是 时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 而给林文庆发来另外一封聘书的人 正是他 陈家庚 那么这个陈家庚究竟是何来头 他在林文庆的心中为何如此有分量 让林文庆面对孙中山的聘请会如此的难以抉择呢 陈家庚福建同安县吉美镇人 是新加坡的橡胶大王 他一生捐助创办了一百多所学校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厦门大学 早在一九零六年 陈家庚的第一批橡胶术种 就是从林文庆的手中购得的 因此橡胶大王陈家庚 尊称林文庆为南洋橡胶之父 这个时候厦门大学刚刚创立 在陈家庚看来 林文庆绝对是厦门大学校长的不二人选 因为林文庆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学识方面那也是颇有造诣 他既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 又曾经留学过英国 是第一个获得英国女皇奖学金的华人 他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和信任 先后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和外交顾问 而此时国民政府内部刚刚大戏牌 孙中山正急需大量的人才 重新组建各组织和部门 他也想到了林文庆 想让林文庆来外交部 助自己以臂之力 两封几乎同时到达的聘书 让林文庆苦恼不已 考虑再三之后 林文庆给孙中山发起了电报 内容既不是接受也不是拒绝 是征询孙大总统的意见 您看我这该如何抉择呀 没过多久 孙中山就给予了回复 不用来广州了 去厦门帮陈先生主持效务吧 那么如此紧要的关头 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不惜忍痛割害 将自己的外交顾问林文庆拱手让给陈家庚呢 这恐怕要从陈家庚第一次 下南洋说起了 1874年 陈家庚出生在福建同安县吉美镇 他的父亲陈启百 很早就去了新加坡总商 17岁那年 陈家庚接到了父亲的家书 让他到新加坡跟随自己学习经商 当拖着长辫子 穿着长跑马挂的陈家庚 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 被看到的一切被震惊了 这里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 一群群穿戴整齐 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 这样的景象 让陈家庚之前在自己的家乡 从来就没有见到过 深受触动的陈家庚 悄悄地做了一份调查 结果发现 英美法德男女当中不识字者 百人中不满十人 日本百人中不满三十人 而中国百人中就有九十六个人不识字 拿着自己调查出来的结果 陈家庚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捐资助学 要让自己家乡的每个孩子 都能够背着书包去上学 1894年 陈家庚应母亲的要求回乡成亲 他将自己做四年学徒 攒下的两千块银元 全部带回了吉美 两千银元 这在当时吉美那个落后的小渔村 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陈家庚本来打算将钱交给母亲 为自己操办婚事 可是事到临头 陈家庚却改变了主意 陈家庚小时候在吉美上过私塾 这间私塾呢 是整个吉美唯一一所学校 后面四年 本想故地重游一番的陈家庚却发现 记忆里边本就老旧的房子 如今显得更加的破败不堪 一打听才知道 因为缺钱 这个私塾竟然已经关门两年多了 回想起自己在新加坡看到的新式小学 再看看眼前的私塾 陈家庚当即决定 将身上的两千块银元全部捐出了 1898年 陈家庚的母亲患病去世 悲痛万分的陈家庚回到家乡 为母亲守校三年 三年后 陈家庚回到了新加坡 却没想到 另一个噩耗正在等着他 原来陈家庚父亲的米店 在这三年里边竟然欠下了二十万银元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 负债无需自还 也就是说 陈家庚没有义务去偿还这笔债物 在商言商 商人为利是图 为了钱财互相算计 甚至六亲不认的是大有人在 但看到亮面斑白的父亲 陈家庚没有选择 与父亲撇起关系 陈家庚要替父亲还债的消息 很快就在新加坡的华侨当中传开了 就这样 陈家庚有了一个外号 叫什么呢 叫傻大憨 然而这些人虽然在面上 笑话陈家庚是一个傻子 但是私底下去对陈家庚 竖起了大拇指 当陈家庚来找这些华侨同胞借钱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毫不犹豫的把钱借给他 就这样 陈家庚东拼西凑 凑了多少呢 凑了七千块银元 但是他却并没有拿这个钱去还债 反而做起了生意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借给他钱的这些华侨几乎都以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陈家庚认为这七千块银元和二十万的债务相比 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商人出身的他 想到了以前生前的法子 几经考察 陈家庚选择办一家不利多销的波罗罐头厂 罐头厂在陈家庚的经营下越办越好 不过几年的时间 他的波罗罐头就在新加坡市场占了半壁江山 十年后陈家庚连本带立父亲了父亲欠下的最后一笔债 无债一身亲 按说陈家庚可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了吧 可是他偏不过 而是一门心思的铺在了为家乡办学的事情上 在陈家庚的亲自主持之下 1913年1月27日 吉美小学正式开学 他按下决心 一定要创办更多的学校 以教育倾果 在陈家庚的权力支持和推动下 吉美小学的旁边又兴建了师范 女中 行校等多所学校 对外统称为吉美私立学校 规模庞大的吉美学校 名阳海内外 陈家庚的声望也到达一个巅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 极度依赖出口的南洋罐头市场大受打击 而此时的美国经济腾飞 对橡胶的需求量是大增 陈家庚抓住机会 转而经营橡胶产业 企业市越做越大 钱也越赚越多 他决定创办一所优质大学 为国家培养动凉制裁 陈家庚深知要想创办一所好大学 凭他一己之力是十分困难的 于是他已筹建厦门大学的名义 在众多南洋罐角当中发现的募捐 那么这次募捐的结果会怎样呢 在陈家庚自述这本书里面呢 收录了陈家庚亲笔技术三次募捐经历的文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标题 下大第一次募捐无效 下大第二次募捐无效 和下大第三次募捐无效 据说在第三次募捐时 有一位华侨富商还直截了当地对陈家庚说 我宁愿死后被英国当局征收四千万的遗产税 也不会在这个上面花一分钱 这句话犹如一盆冰水 将陈家庚的心浇得拔凉拔凉的 但是却更加坚定了他办学新国的想法 陈家庚下定决心 一定要竭尽所能把厦门大学办起来 1921年陈家庚独立捐款一百万元 作为厦门大学的开办费 1921年4月6日 厦门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黄炎培 美国哲学家杜威等诸多社会名流 都到场观礼请客 陈家庚也雄心勃勃地想把厦门大学办成 全国乃至全亚洲最顶尖的大学 第一步当然是要找到一个好的校长 思来想去自己的好友林文庆最合适 这就出现了我们节目开头的一幕 林文庆因为孙中山和陈家庚的两封电报纠结万分 其实孙中山和陈家庚那也是相交已久了 陈家庚早年支持辛亥革命时 曾经给孙中山先生捐还五万元 两个人由此相识 后来陈家庚一心办学的事迹传遍海内外 让有所耳闻的孙中山万分敬佩 正因为如此 孙中山这才一听到陈家庚要和自己抢人 就主动的放手 而在这之后呢 孙中山对厦门大学的支持也一直没有停止 1923年夏天 敏军和阅军在闽南发生混战 数千敏军驻扎在集美学校与阅军对峙 学生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一想到这里 陈家庚就忧心如焚 彻夜难言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保护集美保护这些学生呢 陈家庚思来想去 觉得只有一个人出面 才能够保住集美保住下大 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孙中山 他立刻拍了一份电报给孙中山 请求他的帮助 1923年10月20日 孙中山亲自颁发了第36号批文 上面是这样写的 应请贵省长转至梁省统兵长官 对于该校务仪特别保护 唐有战士 幸免饶及该校 避免挫费 则深深学词 勇享和平之力 在这个军阀混战的年代 依靠孙中山先生的批文 集美学校多次免于炮火兵灾 而一直依通于集美学校的厦门大学 也终于顺利地等到了校舍完工 就在厦门大学渐渐走上正轨 成为享誉全国的一流大学的时候 陈家庚的企业却陷入到了危机 前面讲到陈家庚好不容易创办了厦门大学 没想到危机却降临 1928年 日本蓄意屠杀济南城内居民六千余人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陈家庚听闻后 纷然领导侨胞抵制日货 他的爱国举动 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人的疯狂报复 这是当年新加坡星际日报 有关新闻的复印件 因为年代久远 很多次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但是大标题上 我们还能够清楚地看到 本汇制造厂三部分 损失约四十余万人 旁边还有四个字 一片焦石 原来丧心病狂的日本人 一把火烧掉了陈家庚的橡胶厂 这场大火让陈家庚损失惨重 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 陈家庚的工厂无法运转 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但是 此时的厦门大学 在他的典类知识下 开始在国内外展露头角 陈家庚知道 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此时的厦门大学 正在发展的黄金时期 绝对不能够轻言放弃 为了筹钱 陈家庚依然建卖了自己 好几座橡胶 1929年 经济危机席卷全世界 世界经济一片萧条 曾经名震一时的橡胶大王 陈家庚依然是举步维艰 他倾尽半生鲜血建立起来的公司 眼看走到了末路 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 就来找陈家庚 也就是说 他可以继续支持陈家庚的企业 但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陈家庚停办厦门大学 跟吉美学校 汇丰银行为什么会提出 这样的要求呢 因为他们经过调查发现 陈家庚企业最大的开支 就是他对这两所大学的捐助 为了保证下大的教学水平 陈家庚用最高的工资 聘请最好的老师 当时下大的教授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林语堂和鲁迅 还有富堪大王之称的孙福源 和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奠基人 顾洁刚 像鲁迅这些教授的工资 是每月四百大洋 普通讲师是两百大洋 就连校工每月都有二十五块大洋 而在当时五块大洋 就足够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月 汇丰银行认定 只要陈家庚愿意抛开这两包 他的企业就能够凭借这笔贷款 起死回生 现在汇丰银行的副总经理 就坐在陈家庚的办公室 这笔贷款要还是不要 就看他陈家庚一句话 陈家庚坐在办公桌前 双眼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待遇 他知道这笔钱能够挽救他的工厂 但是一想到要关闭这两所学校 他的心就像被弯了压护 陈思许久 陈家庚终于做出了他的决定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感谢您的好意 企业可以收好 学校绝不能停贷 1934年2月21日 陈家庚公司宣布收盘 一代橡胶大王的传奇 就这样写幕了 虽然企业倒闭了 但是他对厦门大学和解美大学的资助 并没有停止 直到1937年 陈家庚再也无力承担 为了学校发展的前途 他忍痛将厦门大学 无偿捐赠给了政府 从1921年到1937年 厦门大学从不道有 从小到大 从寂寂无名到积深一流 陈家庚独立支撑了整整16年 把厦门大学捐给国家之后 陈家庚在这篇文章当中写道 为善不忠 一类政府抱歉不思 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 从1904年创业到1931年 起年濒临倒闭 陈家庚在这28年间 支出的金额为1331万元 这其中1217万元 都是为了新版学校 也就是说陈家庚把他赚来的钱 90%以上都用在了办学上 直到家财散尽 1949年5月 毛主席邀请陈家庚 前往北京参加筹备第一次政协会议 将陈家庚奉为华侨首席代表 这张照片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代表们的合影 正中间的是毛主席 从右往左属第二个就是陈家庚 10月1日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播大队 毛泽东主席更是亲自邀请陈家庚 上天安门城楼观念 陈家庚一面为祖国结束战乱 恢复和平感到由衷的欣慰 另一方面又为饱受战乱摧残的厦门大学和集围学校痛心不已 在北京的事务一结束 他立刻向毛主席要求回到厦门 主持两校的重建和扩建工作 4号陈家庚除了参政议政以外 其余的时间几乎全在各个工地视察工作 完全忘记了自己已经是75岁高龄的老人 陈家庚一生把自己很多钱献给了公益事业 献给了办协 而自己的生活却是非常的简朴 你看这把遗伞一捕再捕 他的亲人曾经建立 说要更文调 陈家庚置意不肯 包括很多衣服 包括袜子 有一双袜子也是很破了 亲人给他讲你一捕再捕 他说缝缝补补又三年 所以他这个情怀 使我们当今的人非常感动 1961年8月12日 陈家庚因病在北京逝世 他的丧疑极为隆重 为他执服领头的第一人是周恩来总理 第二个人就是朱德委员长 毛主席更是曾为陈家庚亲笔提词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在当年吉美小学刚刚建成的时候 陈家庚为吉美亲笔提写了 成义这两个字来作为孝顺 成义为国 义以处世 是他对这两个字做的注尽 而他的一生都在身体力行的 向人们传达这两个字的精神 曾经有人说过 企业家常有 而陈家庚不常有 教育家常有 而陈家庚不常有